來玩這款遊戲 仙中大掌門 這裡還有一個萌新必看 30分鐘內購買手足禮包 可以獲得強力地址 這邊有捷徑啊 反正把它當作小攻略吧 進來 上古之石 魔族入侵 跳過 角色都很可愛的啊 那麼可愛也會遇見飛行耶 唉唷 哎呀好可愛的妹子啊 兩小無猜 青梅竹馬 失定終身 啊 是不是要去私奔呢 空天店 啊 啊 開始要開始蓋東西了嗎 來了 它搖一搖 它是什麼 它聖女喔 呵呵 搖一搖 這可以照天照地了耶 打造靈氣 啊 難道是要提供人家買嗎 倒有 你們這件我要啦 價錢不是問題 好 蛤 賣給你最好了 我翻起來了 老闆 包運到瀑布啦 繼續打造靈氣 桃木劍 啊 目前我只能打造桃木劍而已啦 喔 喔咦 落水劍耶 為什麼 喔 新解鎖的 我可以打造落水劍了 出上 解鎖新功能建造 正貫房 這邊是打造裝備 頭盔的 主要就是看 顧客要什麼 我們就打造什麼嘛 其實 就是一種裝備屋的概念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 水妹子好了 現在我需要 一把桃木劍一把落水劍 有客人在那邊等 好 獲得匠師耶 這是他的屬性 還有匠師的技能 匠師系統解鎖 把匠師入住了喔 可以升級嗎 不行 來吧我們先打造一下 各一把 出手 出手 用這種方式賺錢啊 喔 可以免 可以升級成卓越耶 要用什麼方式升級 看廣告嗎 還是課金 還可以推銷耶 掌架 掌架 啊這個都是小技巧耶 這個要玩久一點才會上手的吧 解鎖 新武器 建造 刺風槍 刺風槍 造個兩把吧 刺風槍 全部都是用這種方式好的 出手靈氣 出手靈氣 愛心 愛心 就出現了 覺得他背景因為太吵了 背景那麼大聲幹嘛 那音效都沒了 老大 閒聊 畫不投機 那就掌架啦 掌架的話 扣好多愛心喔 所以掌架還是不要用吧 這邊還可以直接導引去製造喔 懸礦洞 升級 直接出售的話會增加愛心啦 我大概知道了 所以 你看啊 這個 這個地方嘛對不對 你要注意看的就是愛心喔 你可以少賺一點來增加愛心 你也可以透過閒聊 就是隨機增減愛心 出售的話 也是直接增加愛心的 然後你愛心夠多了以後就掌架 但掌架的話比較適用於 高售價的單位啦 高售價的話 你用掌架比較有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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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個兩把吧 鐵手紡 什麼任務欸 煩人修仙 喂 杜蕾姐 我已經到達戀記前期囉 喔 所以還有兼顧養成欸 那其實還蠻好玩的 其實 因為他有裝備屋的概念之外 又可以養成你的角色 選個妹子養成角色最好的 可愛可愛的 哇 這個 還可以打這種劍喔 真的假的 到全境囉 接下來咧 重頭戲嗎 銀流仙人 這邊是探索啦 然後 地上有一大堆材料可以撿喔 欸啊我那個妹子沒有出來 掌門達到八級開啟二倍數 戰鬥 普普通通 沒打擊感的戰鬥 這個 有開加速或跳過的時候 就趕快用一用吧 那戰鬥這樣子 不怎麼樣 過於普通的一點啦 是不是 綁玉 綁玉 還有一些材料 還有靈氣 桃木劍 地死系統 喔 還有裝備 解救 兩位假設囉 這邊戰鬥的話 音效再上一下 就很不錯啦 喔 這邊就稍微有點 有點多了一些喔 這邊是招玉 好啦 我們跳出去吧 這後面還可以再進來的 忽悠 忽悠 新匠師喔 我還是可以讓匠師入住吧 需要鑄劍齒 需要鑄劍齒 升級 透過完成任務 我就會那個來 透過完成任務 我的練氣器就可以一直往上升耶 好秀 好啦 打到了 然後這邊需要木頭跟礦石 這個應該就是要剛剛 剛剛 剛剛到這個玄 玄礦洞這邊啊 是進行探索才行啊 玩法大正是這個樣子 喜歡的話 下載網看看吧 大家掰掰